印尼媒体用全能一神来形容逸杨千玺,确定不过网友的夸张评价,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,拿下了中戏双料第一,拿下了多个全球代言,参加了亚运会闭幕式。 但是,作为易杨千玺的粉丝,真的,真的好骄傲,而且她带给粉丝的那种幸福感,骄傲感已经渗透到了粉丝每一天的生活当中。 易杨千玺,是我们的小骄傲,也是国人的骄傲。 当千玺站上亚运会闭幕式的那一刻,她只觉得自己是荣幸的。 千玺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,对于自己能参加亚运会仪式感到无比的荣幸。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舒适圈里有这样一句歌词,告诉世界我名字叫千玺。 在亚运会的舞台上,易杨千玺实现了她的这个梦想,她真的用行动,用舞蹈,用歌声,告诉全世界。 她的名字叫易杨千玺。 在电视前,守着看千玺的粉丝都激动得很。 不少粉丝表示,本以为千玺在舞台上唱《向往》会是那种艺人一句的拼凑而成的节目。 却没想到千玺不仅整首歌都唱了下来,还享受了亚运会舞台上三分钟的镜头。 甚至千玺还将自己喜欢的舞蹈带到了世界舞台上。 易杨千玺真的做到了让世界知道她的名字。 杭州八分钟里的每一分钟都不容错过。 不管是古代风的杭州,还是现代风的杭州,都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的特色文化。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杭州,本来就有很多外国人喜欢中国。 这下又多了更多的外国粉丝。 当然还有不少外国人被千玺圈粉了。 其中有印尼的网友,还有印尼的媒体。 粉丝分享了印尼多个新闻网上和千玺有关的内容。 有印尼国家新闻网,有很有分量的新闻网,还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媒体。 其中一个印尼媒体用全能艺人来形容易良千玺,也有的媒体用歌手、舞者、演员的身份来介绍千玺。 还有媒体在这些身份之前加上了著名两个字。 著名演员、著名舞者。 包括中央体育频道的解说员,也用优秀青年代表来形容千玺。 千玺这一次不仅让自己的名字等在了世界的舞台上,也把中国青年的名字介绍给了全世界听。 除了印尼媒体外,千玺的表现还在印尼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。 印尼媒体用全能艺人来形容易良千玺,确定不过网友的夸张评价。 印尼媒体用全能艺人来形容千玺,而网友很夸张地用全力目视最佳来形容千玺,以及千玺的表演。 还赞叹了一把千玺的高颜值。 也有网友说,自己在电视上看过她的表演,真的很棒。 能登上亚用会闭幕式的都是在自己领域有很大成就的。 千玺谈不上最佳,但是网友给我们的评价我们虚惊接受。 千玺也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,除了这些网友外。 粉丝还分享了印尼寒风最大的站子,在某平台上转载了千玺照片的动态。 该站子不仅分享了千玺的照片,还发表文案说,遇见帅欧巴要赶快入坑。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 印尼媒体用全能艺人来形容一样千玺,确定不过网友的夸张评价。 好多网友在看到这条动态后给出评论。 不是欧巴是帅气的小哥哥,看来千玺的魅力真的开始扩散到国外了。 从前或许是小幅度的涨粉,但最近估计会大批量的增加外国粉丝了吧。 大家都知道的啊,追星无果界啊。 这下粉丝姐姐有点慌了,千玺这一次的表现真的超级棒,而且粉丝也都很给力。 在支持千玺的同时还不忘前提是中国,千玺是我们的小骄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